大家好 我是Wayne 从阳光正态 全球爆红 到人人唾骂 酗酒飙车 抑郁面瘫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出走半生 归来人世二世纪的 贾斯汀比伯 究竟有着怎样的少年之路 加拿大安大略省 有一个英式小镇 叫做斯特拉夫德 以沙士比亚的故乡命名 以沙士比亚戏剧风情文明 自19世纪至今 已经有近200年历史了 如今除了沙士比亚之外 他还有第二个名头 小天王贾斯汀比伯的故乡 1994年 一个名字叫帕蒂玛莱特的18岁女孩 在斯特拉夫德的一家医院 生下了一个男婴 取名为贾斯汀 随男友杰里米姓比伯 贾斯汀出生后不久 帕蒂和杰里米就分了手 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 父亲杰里米生性放荡不羁 时常惹事进局子 很少陪伴儿子 不过在外祖父母的接济和宠爱下 这个男孩并没有吃太多生活上的苦头 很小的时候 贾斯汀就学会了手鼓 架子鼓 吉他等各种乐器 而且基本上都是无视自通 12岁时 贾斯汀参加了 斯特拉夫德举办的一场小型音乐会 并且拿下了第二名 帕蒂将儿子唱歌的视频录了下来 并且发布在了当时 刚刚成立两年的视频网站 Youtube上 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一条小假唱歌的视频 无人知晓的角落 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开始转动了 我们的一位熟人登场了 他就是在泰勒那期视频当中 讲到的音乐制作人 明星经纪人 贾斯汀身后的男人 斯库特·布朗 2008年的某一天 27岁的布朗下班后 闲来无事 在油管上刷视频 为音乐界发掘新的面孔 一个有着独特声音的男孩 让他停下了滑动鼠标的手 这位男孩的声音充满了灵魂 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人 布朗联系了贾斯汀的学校 通过学校联系到了帕蒂 最初天主教的帕蒂 因为布朗的犹太身份 而不愿与他见面 那在教堂长老的轮番劝说下 最终还是决定让儿子 跟这个犹太小子 去嘻哈之都 音乐梦之城亚特兰大走一遭 仅仅一周之后 贾斯汀就用自己的声音 征服了当时的大热歌手 亚瑟小子 为他演唱了Demo 不久之后 贾斯汀就签约了亚瑟小子 和布朗合资的音乐公司 RBMG 该厂牌最初 就是为了贾斯汀的发展而创建的 而同年的10月份 IDJMG唱片公司签下了贾斯汀 布朗也正式地成为了 贾斯汀的经纪人 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 2009年 15岁的贾斯汀 在广播电台发布了首支单曲 《完碳》 首周便登上了 加拿大百强单曲排行榜 第12名 在美国的公告牌 百强单曲最高排名17 几个月后 收录了这首单曲的首专 《我的世界》发行了 发行之前 专辑当中有三首单曲 都进入了公告牌热门100榜的 前40名 贾斯汀成为了第一位 在首张专辑发行之前 就有四张单曲 获得如此成绩的solo男歌手 2010年1月份 专辑《我的世界2.0》中的单曲 BABY发行了 并且登上了 公告牌百强榜第五名 加拿大百强单曲榜上排名第三 另外两首宣传单曲 则在美国百强单曲榜上 排名前30 在加拿大排名前20 而《我的世界2.0》这张专辑 登上了公告牌200热专 排行榜的第一 加斯汀成为了自1963年传奇歌手 史蒂夫·汪达后 登上榜首的最年轻solo男歌手 专辑同时在加拿大专辑榜 爱尔兰专辑榜 澳大利亚专辑榜 皆排名第一 在其他15个国家 也是机身前十 比伯热 就这样在一生生的BABY中 以极强的传染力和洗脑程度 席卷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世界》大获成功一年后 加斯汀前后发布了《永不言败》 《胡记生夏》 首周销量分别达到了179,000张和21万张 2012年专辑BELIEVE 一改青少年流行乐风格和青色的男孩嗓音 融入了流行舞曲和R&B的流派元素 首周销量达到了37万多张 登顶公告牌200榜榜首 并且获得了第40届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专辑 以当年300多万张的销量成为了全球第六畅销专辑 其中主打歌《Boyfriend》名列公告牌100榜的第二名 加拿大热丹100榜第一 自年年初 BLIEVE原生版发行 在美国的公告牌200专辑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是贾斯汀成为了美国音乐史上第一位19岁之前 就拥有五张冠军专辑的歌手 那几年 贾斯汀风光无限 位居福布斯30岁以下富豪榜第二位 也是榜上最年轻的一位 但是名利的作用 向来都是相互的 Baby这首歌的MV成为了油管被踩最多的视频 恶搞和批评层出不穷 尤其是同龄的男生们 正态形象 娘里娘气 声音太幼稚 女粉丝太多 都是他们的攻击理由 这是每一个明星出名之后的第一顿套餐 硬着头皮吃下去 无非面临两种后果 有人肠胃好挺过去了 那有的人就会消化不良 对于贾斯汀这个自我认知 还没有健全的小孩来说 显然是有些消化不良了 在未成年的年纪 有了超越无数成年人的商业价值 他的团队 父母 数不过来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 都需要这些商业价值被继续的开发 而这爆红之后的商业价值 并不是良好家庭教育和资源孵化出来的结果 而是在低层建筑都还没有打稳的时候 就越级飞升的结果 更是很多欧美童星都逃不开的魔咒 2013年3月份 加斯汀在伦敦演出期间情绪崩溃 不得不取消了演唱会 入院治疗 同月在出街的时候被狗仔追着骂 双方当街互报粗口 7月份被拍到当众在一家餐厅里的 拖把桶里尿尿 对着墙上的克林顿总统照片爆粗口 同月被拍到往楼下吐口水 被媒体大做文章 配图是哭泣的粉丝 称气侮辱人 但是也有人指出 粉丝哭泣的图片来自于2011年 加斯汀在法国举行活动期间 当时楼下并没有人 网络上几乎都是半截的拼接图 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见仁见智了 10月份 加斯汀被拍到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家 脱衣舞俱乐部 和赤裸上身的脱衣舞娘们狂欢 疯狂撒钱 11月份 中南美洲巡演 演唱会迟到了80分钟 被情绪不满的观众砸水瓶 又胡乱在巴西的一家饭店的墙面上涂鸦 这种行为在当地至少构成三个月至一年的星期 之后 这位小天王又被爆出来 在巴拿马巴西等地召集 带着几十名辣妹在豪宅狂欢 一位名字叫塔提纳维斯的性工作者 还放出了一段床上的录像 视频当中的贾森比波正在床上熟睡 视频发布短短5天 点击率就超过了3000万次 该女子后来在接受英国太阳报专访时 还对她赞赏有加 之后在阿根廷巡演期间 又因为把台下歌迷扔上来的国旗给踢下了台 引发了现场观众的重怒 被阿根廷政府封杀了5年 对此她的回应是 以为那是一件衣服 没有任何不尊重粉丝的意思 并且表达了歉意 2014年1月23号 迈阿密 19岁的贾森 在酒后开着一辆黄色蓝波基尼飙车时 被警方给逮捕了 非暴力拒捕 驾照过期 酒驾加毒驾 加斯汀最终以2500美元获得保释 一周之后 又因为在老家多伦多 涉嫌危险驾驶 袭击房车司机 聚众斗殴二进攻 这件事情过去几天之后 加斯汀与父亲司机等人 共同飞往新泽西州时 被海关和边防部门拦截了4个小时 疑似在一行人乘坐的私人飞机上 检测到了大麻 但是没有搜出其他的毒品和违禁品 之后在家中开派对时 向隔壁邻居连扔了20几颗鸡蛋 隔空对骂被邻居起诉 另外 有几年前的一段视频也突然流出 视频当中 14岁的加斯汀 将部分歌词替换成了 对黑人的侮辱性词汇 对此他站出来认错 称自己当年是年幼无知 数次违规驾驶 不敬业 种族歧视 吸毒 未满21岁酗酒 当街斗殴 饲养野生卷尾猴 又因为不准备防疫文件 导致猴子被海关没收 参观二战受害者安妮弗兰克之家时 发表希望安妮弗兰克 是比伯粉的迷惑言论 等等原因 让这个全民偶像 变成了全民公敌 一位余品作者 写过这么一段话 在厌恶小天王这点上 美国群众是达成了高度一致 上一次全美人民团结一致 敌是一个人 还是十多年前的本拉登 那年的二月份 美国25万人 联名请愿上书 希望把贾斯汀给驱逐出境 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这张埃及帖了 贾斯汀去日本的时候 顺道参拜了禁国神社 还PO在了网上 引起了众怒 他说自己对此并不了解 以为这就是一间寻常的寺庙 并且删除了图片 向大家表示歉意 后来的爬长城事件 同样在国内引起了批评 直到几年后 依旧被禁止在北京演出 相比起这些出格 贾斯汀面对过 最严重的一项指控 是性侵 一位ID名字叫 丹尼尔的推特用户发文称 自己在2014年3月9号 被贾斯汀比驳性侵了 作者说 当时自己在德克萨斯州的 一场音乐会上 遇到了贾斯汀 和他当时的女友塞琳娜 那天晚上 贾斯汀邀请他去了四季酒店 主动亲吻了他 并且在他明确表示 想要离开的时候 强迫了他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年了 但是作者说 他还是决定鼓起勇气 站出来发声 文章发出不久之后 一名贾斯汀的粉丝 在网上声援了丹尼尔 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根据这位网友的推文 他是2015年5月4号 被贾斯汀占了便宜 他说他当天 去了贾斯汀在纽约的活动 贾斯汀的保镖 麦基主动地留了 这位网友的联系方式 这是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凌晨的时候 网友和几个女孩 被邀请到了贾斯汀下榻的酒店 该网友和贾斯汀交流了一会儿 突然被拉到了对方怀里抢吻 网友起身去了洗手间 贾斯汀跟随其后 并且锁上了厕所门 试图强迫他 该网友踢了他一脚之后 便跑了出去 因为担心损害家族名声 所以没有敢和任何人说 只能够默默地接受心理治疗 直到MeToo运动兴起 他才鼓起勇气发推 却被粉丝网报被迫删帖 但是这位网友 很快就被扒出来了前后矛盾 他声称 事情发生在2015年5月4号 然而5月30号 他分别发布了这两条推文 6月6号 又发了这样一条推文 6月19号 该网友在回复另外一名网友时 说了一句 我还没有见过他 谎言不攻自破 加斯汀针对两项性侵指控 表示将采取法律措施 他晒出了针对丹尼尔指控的证据 事发前后 也就是3月9号前后几天 他和塞琳娜先预定了 3月9号到16号的民宿 这是当时的邮件和凭证 但实际上 两个人只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的3月10号 和团队人员先后入住了 威斯汀酒店 并且晒出了威斯汀酒店的收据 从始至终 都不是丹尼尔所说的四季酒店 加斯汀以2000万美元 起诉了这两名网友 法院出居的文书 佐证了加斯汀的说法 并且提到当时 有很多名目击证人 能够证明网友在撒谎 塞琳娜的粉丝站 也晒出了当天晚上 两个人的活动照片 证实了加斯汀的清白 那么既然提到了塞琳娜 就不得不提嘴 这对北美一难忘了 可CP是全球人民的统一技能 哪怕是如今的贾斯汀老婆海莉 都曾经是贾琳娜的CP粉 十几年过去了 这处全球粉丝 磕生磕死的大戏 如今已物是人非 却还是有很多粉丝 在零碎的玻璃碎渣里面 减糖吃 2010年到2017年 加斯汀最风光和最混沌的 几个年头 是在和塞琳娜这 剪不断理害乱的 分分合合当中度过的 从2009年 15岁的加斯汀 和17岁的塞琳娜 在圈内相识 2010年到2011年公开恋情 甜蜜热恋直到2012年 陷入了过山车市的 分手复合 又分手又复合的 鬼打墙循环 甜蜜过爱过也恨过 那说到底 也还是相忘于江湖 2018年 加斯汀与自己的粉丝 多年好友 以及前女友海莉 步入了婚姻殿堂 这场三个人的电影 最终谁都有了姓名 篇幅有限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单独的出一期 详细地聊一聊 北美一难忘 这处大型B1连续剧 2015年 加斯汀带着第四张 录音室专辑 Purpose 转身归来 像是摆震腔调 准备好和这个世界 谈一谈 这张专辑里面 融入了一些宗教底色 正如加斯汀本人 以一种更加浅船的方式 投入了上帝的怀抱 这次回归的反响 倒也是出人意料的不错 连续斩获了 三支冠军单曲 包揽了2016年公告牌 年榜冠亚军 全球唱片总相量突破了一亿 这个曾经的音乐小王子 好像又只冷起来了 2017年的合作单曲 Despacito 强势拿下了16周冠 风靡全球 被称为当年最妖孽单曲 引发了各种语言版本的 翻唱风潮 2019年 加斯汀在埃及上发表了长文 对自己曾经在圈内圈外的 各种迷惑行为和言论做了一个回应 文章大概分了两个部分 前半段讲述了自己像许多童馨一样 年少成名纸醉金迷 内心却空空如也 在没有应对能力的时候 被灌注了巨大的名利和压力 父母在又穷又叛逆的时候 生下了自己 自己又在13岁的年纪 短时间爆红 全然不知道 这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 自己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而在这种年纪和情况下 被赋予大把的财富 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从乐坛宠儿变成了娱乐圈契儿 这种大喜大落 任谁都难以承受 那在文章的后半段 加斯汀对自己的错误 进行了审视 坦言了从前滥用药物的历史 和不认真对待感情的态度 反省了以前的艳女心态 把爱自己的人 拒之千里的封闭心态 2020年2月13日 正值疫情爆发期 北京春苗基金会 晒出了贾斯林彼博 为武汉捐款的荣誉证书 感谢他捐赠的20万元善款 并且授予了爱心人士的称号 同时他也发布了视频 深渊武汉 同一年 贾斯林透露自己患上了莱姆病 它是由一种细菌 博氏书罗旋体感染引起的 由携带病原体的皮虫传播 会引发关节炎 导致免疫功能障碍 神经系统受损 皮肤出现游走性红斑 所以现在他状态差 并不是外界所说的 腹息是莱姆病的表现 同样患有此病的 加拿大歌手艾威尔 也隔空送上了祝福 2022年 他又患上了亨特式综合针 主要病理表现为 病理袭击耳部和面部神经 导致一侧周围性面瘫 并且伴有耳阔泡尘 如果治疗得当 有30%到70%的几率可以康复 那今年看起来 他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20多岁的年纪 经历了巅峰和低谷 世人追捧和声名狼藉 虽然没有到大彻大悟的地步 总算是消停了不少 明年 这位好像总是长不大的少年 终于要30岁了 这些年 坏事不假 蠢事不少 男强也没有少壮 如果如今他 已经能够以现在的身份和角色 与以前的自己握手言和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 埃里克森提出过这样的一个概念 叫做青春期同一性 对角色混乱 英文直译过来就要通俗很多 身份 vs 角色困惑 这是12到18岁青少年 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同一性是青少年人格发展的 一个主要成果 它的构建包括了青少年 明确自我身份 价值 未来生活方向 形成这种同一性 需要经历一个自我发掘 试错 外界反馈 感悟的循环探索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难免出现磕磕碰碰 也就是同一性危机 当一个青少年 在早期的几个发展阶段 缺乏家庭环境信任感 则会导致角色混乱 埃里克森的理论道明 如果一个孩子 无法发掘自身身份 陷入内外部身份困境 并且没有能力去协调和自洽 一个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反派 这个答案应该适用于大多数问题同心了 像贾斯汀比伯 林赛罗涵 还有外媒口中最叛逆的迪士尼公主 麦利赛勒斯 还有去年因为西奥在家中逆亡的同心 有着千禧年贾斯汀比伯之称的亚伦卡特 小鬼当家的男主角麦考利卡尔金等等 他们在没有强力后台支柱的原生环境 和强大消化力的年龄下走红 又在从少年走向成年的道路上 急转偏航 沉沦堕落 似乎都急于甩掉身上的枷锁 用出格甚至是违法的行为 证明自己的成长 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一辈子 在岁月洗礼和一遍遍地头破血流后 大部分人都能够慢慢地形成对身份的认同 确定价值观和未来方向 所以我们会看到 麦利赛勒斯也好 林赛罗涵也好 麦考利卡尔金也好 贾斯汀也好 都在疯狂之后 以各自的方式柔软落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栏目